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已经贴在一起了 接触到的部分瓷砖甚至剥落 地板上不少碎石头居民看得是心惊惊 从十八号地震前后大小雨震不断 居民真的好担心要是再一个地震 家园就会遭殃 公务局二十号派员邀及四大工程 济师工会代表到现场联合勘察 结果出炉 这个法规的规定 它是要达到四十分之一才是 不过这个答案住户很难接受 如果认为山上没有立即危险的话 能不能公文给我们 以后我们有跟有趣 也要上山市来鉴定完拍拍屁股这种 这一栋倾斜大楼九二一之后 就不断往隔壁大楼靠近 但二十三年过去了迟迟不拆 最根本的原因出在产权 产权的就问他们有两个地主 那目前大家都要在诉讼当中 高雄老旧房屋问题 居民好怕成为下一个受灾户 希望政府介入拆除隔壁大楼 不用让他们活在担心害怕里 华市新闻财幕局蔡忠讯高雄报道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市 还没有订阅华市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市YouTube频道